我们今天继续上节课 讲到Immunal Sensor 所谓的免疫感测器 一个更广义的名称 我们叫Immunal Asset 免疫分析 免疫分析的话 当然包括了Immunal Sensor在里面 前面有Immunal这个字眼出现的话 基本上它这个方法 用的分析的方法或感测器 它在设计的时候 就会用到antibody跟anergy 你的分析物是anergy 把它当作是anergy 然后去找它的antibody 把这个antibody放在你的方法里面 所以你的方法如果说前面出现 所谓的Immunal Assay 或是Immunal Sensor的话 指的是在这方法里面 它都会用到antibody and antigen的反应 有选择性 专一性的一个反应方式 在我们现在介绍的Immunal Sensor 那我们先往下看好了 那你的对象已经 已经知道了 这是一张先提条件 已经知道你要测什么 所以你的target Analyze 已经知道了 我们上次有提过 比如说你是买症的 如果说这个人又买的话 那么在他血液里面 某一个蛋白质 那么他的成分会比较高 如果没有的话 正常人的话 没有 或者说他的浓度非常非常低 那么像这样一个 有特别的一个 我们叫BioTarget 生物指标 有病的话 就会有一个 有一个东西 在你的体内 特别的高 或者 它会有出现 这种东西我们叫BioTarget 生物指标 那么所以 如果已经知道的话 目前有很多的癌症 已经知道了 所以这个对象已经知道了 那么你要去 去测 所以这个人检验了 这个人呢 你的血液里面 那么有没有这个成分 有的话代表你有乳癌 如果没有的话呢 那可能就没有 那这样子的话 你对象已经知道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去找他的这个antibody 那么这个在他们的 这个医学的话 都知道了 所以你怎么做 所以你对象知道了 antibody知道了 那么你去找他的这个antibody 然后把它放在你的sensor上面 在这个例子呢 如果说你用的是 我们教过的 surface placement 表面更加共振的话 那你的这个antibody放在哪里 就是放在 这个筋膜上 筋的 可以用保内成薄膜 你把你的antibody呢 就种在上面 啊 种在上面 接在你的筋膜上面 那么接好之后 你就可以把你的样品 这些样品呢 递上去 如果有的话 有你的这个target antibody存在的话 它就会接在这个antibody上 如果没有 当然你 递上去之后呢 就没有东西接上去 这个反应是 非常的专一的反应 所以递完之后 就把它冲掉 把它洗掉 那你就可以去测一下 到底这个antibody 有没有接到 你的这个antibody 或者你的analyze 有还是没有呢 接下来 当然要去侦测 接上 没有接上 那么侦测的方法 我们看一下 我们教过的这个 Surface Glossom Resonance 是Label Free的一个 Immune Sensor 那什么叫做Label Free 就叫做没有Label 不需要Label 接上没接上 它自己本身 接下来自己就可以测 就是有接上没接上 那么这个方法本身呢 它直接由这个 这个角 这个角度就会改变 没有接上的时候 是某一个角度 有接上的话呢 就另外一个角度 那么这样子 我们就直接呢 就可以判断了 所以你原来没有接的时候 你用这个方法车 它有一个角 有一个角度 它有接上之后呢 你的表面 那么表面的性质改变了 那么你的这个角度呢 也会改变 你这个角度呢 也会改变 所以用这个方法的话呢 那么你滴完 滴完你的血液 你的Sensor滴完了之后 冲掉 在滴之前呢 本身先测一下 没有光是MF8 本身的角度 滴完之后 那么如果水有接上去 把它冲掉之后 那所以 它整个的一个 这个方法 就根据你 药车的对象 跟这个antibody 那么中间 这样一个专业性的牌 专业性的牌 专业性的牌 那么我们刚刚看的是 呃 Service Plasma Resonance的牌 接上去 有些没接呢 这个方法很深 直接可以判断出来 这个结果可以告诉你 那么今天如果说 你要用别的方法 不是用你SPR 这个方法的话 那 有接没接 你不知道 反应完了 有接上没接上 你怎么去 判定 那 那这个地方如果说是 不是用SPR的话 呃 你要多做一些动作 SPR 知道这边 直接就可以判断 那如果不是的话 你还需要有下面接 电话选啊 或者说是 零光 所以什么叫LABEL LABEL的话就是说 我现在 我接了 我接了一些 我继续的 我去做判断 怎么做呢 我再用另外一个 相同的NABEL 相同NABEL 那么 另外一个NABEL 那上面 本身 切了一个雷果 有化学方式 衍生化 接下去 一个关键机 当做一个雷果 雷果就是标签意思 标签 标示 所以我再接上另外一个NABEL 那个上面 已经 接上了 可以标示的 就是 你接上来 要用的这个正正方法 可以借由它 那你的正正方法 可以测到 这个LABEL的意思在这边 比如说你要有雷光的话 你这边 接到这个LABEL 就是一个 有雷光性质的关键 所以接上去之后 接下来我的政策 是靠雷光 雷光的 雷霸光 就觉得雷霸光 上上去呢 会有雷光的 division 我们就知道 有雷霸光 可以讲电话 那再终于帮我们讲电话学 所以我们 接的是一个NANBEL NANBEL NANBEL本身呢 不是雷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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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像雷霸光的话 本身可以雷霸光 用雷霸光 方法去测 直接它就给你一个雷霸光 信号 NANBEL的话 我们真正的方法 用雷霸光 也好 用电话 在这边的例子里面 我们介绍的是 电话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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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利用 好 所以我们这边用的是一个NANBEL NAN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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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完全不过接上去 你经过一期只工作 接下来呢 你再加入 这个NANBEL NANBEL 第二个NANBEL NANBEL 接上去 那如果说你原来有这个飞气 我怕你 那这个NANBEL 又会接上去 就接上去 就接上去 所以你看到你的飞汽在这边,接了原来的第一个这个Body,我们刚刚应该先找,这个第一个Body呢,在电话区的话是直接接在工作室里面的Body,接上一个Body,接上你的Body可以修备按键,如果接上去的话呢,第二个Body就接上去, 变了一个手机的sandwich,sandwich asset,有三名字,这个方法叫sandwich,就是说是三层Body,然后再接你那个Body,然后再接第二个Body,三层像一个sandwich,接完之后呢,你要用电话就帮你测,然后怎么去做, 啊,你接完这个第二个,你能把接上去之后,一样的气息,洗掉,洗掉之后,在这部分电池上面就有这样一个sandwich的东西在那边啊,最重要的表面呢,就外置的上面呢,是有一个Label,一个N-Line,N-Label在这边,接在这边,我把这个部分电池呢,就拿到, 放到你的,放到你的反应槽,一个小购壁客,里面呢,有你的电池里面,有另外呢,你参考电池康的,这个本身是通过电池,参考电池,放到楼面里面,那么楼面里面,除了电池里面之外,你做了,你要,自己要自己,故意加进去啦,这样你的反应物,HQDT, 비QDT,呢,那就是Hybrid,Pidelibinal,凡 belle,batsby,她也有样,想加你嘛,这东西会加进去呢,那么这个加进去呢,是要配合你的A-Line,A-Line是这个东西,batsby-Face,你这样的东西的话呢,它是碰到,batsby的关门之后,batsby的关门,这个allo懂的 вдch掉,切掉,code-命键, 所以它就把这样一个电子放在楼面里面 楼面里面包挂了 比如它就被弄了 它有发现了 那它碰到M9的话 那这边就会随紧掉了 就变成什么样的东西呢 变成这个它就被弄了 变成这样的变成Witch 它就被弄了 有M9的话 那这样一个东西 反应我们它就会随紧 它就会弄了 反过来讲 如果说你的一开始 你的过程里面 你并没有 没有并 你正常人的话 就没有这样一个 M9的Energy 就分析不存在 那它就过接上去 过接上去的话 就这一步接上去也过接而去 因为这个电子放在本身 你没有知道Energy 所以反正不会发生的 那就变成说 如果如果你在波路电子表面 你只有 比方它的Antibody 没有接上去 M9的Energy 你就不会再接 第二层的这个 有Layboard 就是Antibody 也就是说 电子表面的就没有这个M9 没有Energy 没有这样的话 它就不会变成Petable OK 这是差别 差别 好 那 我们 这个电话区做什么事情 电话区本身是 使用固定电位 加一个正的0.32V 一个正电位 那么这个正电位呢 这个 原来的这个感应物本身 它不会再出电位置 像被氧化 但是 如果它一旦被 天态水解 转换成 它用屏幕之后 它可以在这个 比较低的 正的0.32V 可以被氧化 可以被氧化 所以说 如果说 如果说 你有接上 那就必然会 最后呢 你会 这个 电话区本身表面 会有一个 nline 接在那边 看你是一个 多了 nline接在那边 有的话呢 它就会把你的反应物 这些东西呢 随便给它 那么以后 看你接上几个nline 那以后 你接上几个nline 代表你几个h 所以 这个飞行越多 那么 这个接上 就有 anline的 anibar也越多 那会 反应物呢 转换成它就 0.0了 你的数量越多 那它就 比较 不断乱越多的话 你的电流 就越大 所以 最后呢 你有测到 这个电流 大小 反应出来 你的 飞行 那一开始 血运力 滴上去的时候 你的飞行 就越多 就越多 电流更确定 证明 所以 这个就是一个 用电话的方式呢 去 去测 的 一个 一个 过程 有 有 5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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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基本的... 有部分大概... 去想說要我們... 來接阿承的 要我們後年的... 去年開關 開關 開關 去年開關 不過我怕什麼 因為他... 因為他... 他說他... 去年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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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關 那時候我們還可以 去年開關 開關 還有... 所以已經說過 一個這個... 一個... 可以到整體內 還這樣不行 那蠻多的那個位置 他就可以... 兩邊的 開兩個位置可以 一下 那當這個線的板件 那是他... 那剛剛你可以看到 這電話學的話 如果使用這個移光的話 他就必須要接第二邊的話 那先禮法讓你分數本身的話 這個按鈕就是... 他有兩個位置 可以接兩個 可以嗎 那... 那都是可以的 那但是呢 你必須要再多一個步驟接下去 然後呢 用移光的話 就在這邊直接測 那電話學的話 你還移到人類裡面 那我們先進這個盤 然後你測盤一下 所以步驟上電話學 比較多一點 比較多一點 呃... 相對那個... 表面... 呃... 平常控制的話 那個方法呢 是比較... 工作比較少 在這邊就直接測 所以目前在... 這方面應用呢 都有 齁... 是... CLA... 民化學 應該有 遍化學 三方法 在發展 他同學沒問題 6 有个问题是说这个组织 这个组织 这个组织 这个接上去的antibody 本身现在要去接了一个 有组织的组织 织织织织 所以这个叫做 组织 这个东西你接本身就能够织织 还能敲 为什么我要去讲这个 例子 都这样 因为我们 大一些同学来 比赛是要接触这一类 大一道心 除非你去修吧 这个修法 你应该会教 你应该会教 如果都没有绣织织织织织织织 你知道 现在同学 织织织织织织织比较少 早期的时候 一般有三十二以上就织织织 现在好像不到一半 就是 哇 美国老师怎么交往 很思维 很泄气 很泄气 那我觉得很可惜 我是强烈的建议文学 文化学文学 应该要织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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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自己的这个 这个知识 这个基本的 这个knowledge 我们这么多 要细一点 你不要是说 我只知道外 Ryu 整mi 生化方面 相关模式 完全不知道 这个 有很多时候的齿别 反过来 rug 修能的织织织织 religious 你教他以为这 grading 你看了你就知道了 别人看了 solamente 也没有学会的看 反映质量 那你就暂且在做研究的时候 你的知识越广 你越有机会去找到 你的很多的一些方法 所以说我希望 至少借这样一个立场 让你多了解一些些的事实 你觉得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你自己要去了解整个的过程 那这个是目前在研究的营物也相当容易 那国内现在做得相当不错 尤其是SPR的研究 SENS 做得相当容易 好 同学没有问题 用问题我们要跳过去了 那下面这个 这个很新的 我们这本新版 新版 这个很新的一篇 研究报告 我记得我的研究生的区民在做 在做这个 书法浩漫生 他就跳到这边 所以我一看的话 怎么就上课了 所以是很新的资料 我不喜欢他这个很 就是 蛮好的一个点子 就是说他可以 他是一个BioSENS 的ORATE ORATE 就是说 我现在不只设定的 我可以同时设定的 我可以同时设定的 各位看一下 旁边这个有八个小的 这个圆圈 这是八个工具链子 有八组工具链子 每组都有一个导线 我们接到我们的HAND STAGE 中间这个是TONDE ELECTURE 旁边这圈灰色的 是银链子 那别人说 你刚刚已经知道 这个是电话学的方式 去做这个SENS 那今天的道理 跟刚才一样 就你的WORKING LECTURE 这个上面 你可以去接不同的 针对有来的 这个 BioMARKER 应该叫做BioMARKER 我们讲错了 是BioMARKER 生物指标 BioMARKER 不同的这个电态 不同的这个癌症 现在还找到一些 这个代表性的 还有这个 脂肪尖癌 肺 大肠子 肌腔癌 那你不同的这个 呃 癌症 它的BioMARKER 如果知道的话 目前没有说 这么这么的明确 是很可惜的 目前还在研究 还在找 有没有是非常非常独特的 乳癌 它是一种 我不是说 呃 不懂的癌症 乳癌也有 子宫颈癌也有 胃癌也有 胃癌也有 相同的BioMARKER 当然知道你有癌症 但它就不知道是 癌懂癌症 或者说这个 它都有 但是能够呢 很高一点 正常的也有 但不正常的人呢 它很高一点 这样的话 就这个 模特性呢 比较坚决 那么这个 这个 BioSensor Array 的话 就是你可以把 不同的 有来的 这个 知道的话 你把它 antibody 那不同的癌症 你把它 都放在 那这样子的话 呢 只要聪明 聪明的血 Eletion 这个小 Eletion 逼上去 它可以同时测 不同种的 啊 同时这个 去分析 看你各种癌症呢 就是 有得到的 就是身上 是不是有这样一个 这个 肿瘤的存在 它可以同时测 同时测 各种各的这个 啊 还有吗 设计好 那 做的过程是完全一样 做的过程是完全一样 好 那只是呢 你现在 有种准备 对方的 那这边配合的是 放了四种 那每一种呢 他会要 看一下 全副性能 好不好 像每一种放的 啊 它会更多的 链成是 像我们的 所以它放了 四对 四组 这个antibody 上面 去整理四种 还真的 这个 啊 去震射 效果也相当的不错 好吧 那如果要详细的 你知道 这个 更详细的 知道 更详细的知道 你各的看 发了很多的 这个片子的解释 我们就不解释了 进一步的那些 反应本身 我们不解释了 就让你们知道 那么 有这样的东西说完了 啊 叫做 是一些很锐的 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 显然 那这是一个目前呢 还在研究发展中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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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有 一个 的 这个应用呢 是刚做 intration 的 一个 指标 啊 就是我们在做intration 比如大一 好 好 好 所以我们就做 像点滴力 一样 八百元滴力 所有的百元滴力 嘛 做滴力的话呢 那我们就做目标 就一个 m point 在哪里 对不对 m point 在哪里 那 你们怎么找 m point 用指示器 嘛 用指示器 那你们 呃 做了一个 像点滴力 不是用指示器的 是用什么 啊 算点滴力 就找anapoint 不是用指示器的 是用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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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边呢 在介绍另外 我们做滴力 但是呢 用电话学的方式呢 去找 去决定你的anapoint 那这种方式 我们叫做 amperometry empero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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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试验出来的话 台湾说 我做试验的时候 我的电位是固定的 固定在一个固定的电位 然后盖子里面 有哪个电位 所以这个emperometry emperometry 这个试验出来 你要知道 我们做法上 就不是scan电位 是fix 电位 固定的一个 unplug data 之下 所以说 好 哈 这个emperometry 方式的话 就是 如果说我今天是在一个scan的话 看到的是一个这样子的电位 电位 电位的 感性 那我要去找你的电位 放在哪里 onplug tension 就是放在这个JCloud Limiting Curve 里面 那么静静 电位的话 你会知道 你有个被电影 抑挂研 有个被电影 有一个被电影 所以有一个 滴滴滴滴 那在这边的话 我们将来看 呃 通常被电影 通常是你的分析 就是analy 可能可以 就放在下面 被电影 没有 然后那个R 它们就滴滴液降进去 滴进去 滴滴液滴进去的这个region 就排成滴滴液 我们当然这个滴滴液跟这个被滴滴液 分析我们是呢 要靠近 靠近反应 滴滴液的话 酸链做组合反应 如果想要画反应就要画反应 有错的反应是错的反应 所以这边呢 并没有说是哪一种反应 所以滴滴液的话 很必然会有一个滴滴液的化学盘 它说这边是一个通识 是一个通识 你说你是氧化反应反应可以 你是酸链做的反应也可以 错的反应也可以 所以这边是一个通识 所以滴滴液是A 滴滴液里面的滴滴液是R 然后反应之后的这个差弱是P 滴滴液 这样一个滴滴液 滴滴液 然后呢 在滴滴过程里面 当然你三个滴滴滴液 滴滴液 滴滴液里面有三个滴滴 滴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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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今天你進行一個這樣一個電力來電話給他建設 我想找到他電話 如果說只有這個A 那是電國性 所謂電國性就是我在我的電力之下可以進行電話一排 只有A 然後其他兩個都沒有的話 然後當我選了一個適當的電位 只有A 它會滿意外的 那麼當我的這個電力要加上去呢 它沒有進行電力 A的能夠就高嗎 原來是能夠的 它的電力就大 然後呢你開始加那個電力 把它加上去呢就跟它喊一條電力比數 所以呢 隨著你的電力也加得越多 你的電力反應掉越多 所以別的能力就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所以你看到的電容就是越來越低 所以你可把這樣一個電力出現 整個D碗 下降 然後就沒有 A關掉B的D碗 之後呢 再加也沒有A的反應 所以B呢整個被消掉 然後過了A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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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轉這點 就是你的電力 剛剛到你如果說只有R是有這個電力氣的 的話 就應該是 都沒有一個是A 加電力去R才被反應掉 沒有過於R 所以一開始呢 只有A會有少 那A會有電力氣 所以一開始是電力上面 所以 到A關之後呢 R沒有 不要對A的反應 所以加進去的R 它就存在在裡面 過量的R就存在裡面 所以加了越多 R本身的就有電力成熟 你一定會看到 這樣一個 一個形狀的D組織 這兩個教練 就一樣 如果A跟R 在你的電位置上 都會有反應的話 就A開始被你減少 然後 R加進去 在A完全買掉之前 R完美就能量 A越來越少 當A關的時候呢 A能有R的 越加越多 所以你會有兩條類的出現 所以這次的A跟R 這兩個都會有電波性的話 就這樣一個類的出現 那不管哪一種 你都可以找到A關 所以這個A關 不是用指示器 換轉 這也是用這個 引力完成 電路表 很多標是你加進去的 這個遺跡 一定遺跡 你可以找到這個A關 這個在 使用上是很好 不用講 你知道 今天這個CNC裡面 你要分析的對象 固定了 從工廠裡面 可以做平板的話 那這個 你知道你要分析對象 那這個反應是固定的 那你就是用這樣 硬住 你把A關全部撞進 就直接一座斜 所以看A關 你會看這個版本 非常準確的 可以看到裡面 不用去看那個 顏色的變化 所以這大概很簡單 會看到 畫面接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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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經是從第一名的演唱會來的玩家 然後呢 實際上也一樣 對 對 對 在演唱之前 有一點折黑的 對 對 對 就提出來的是 希望你沒有這個 是一個 非常痛 啊 玩家是很調控者 沒有你 不是要想你痛 啊 在外面的考試也常常考慮 就這樣一個問題 所以我看這考慮是那個 看你的理解問題 很多的理念很類似這樣 我希望你能夠去想 就這樣一個問題 這對兩次數目 所以我看這考慮是那個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往下看 往下看的話 是Rotelian Disclature 都已經看過 選擇的話 永遠都可以收到來 傳出去 那這個Rotelian Disclature 這樣一組裝備 目前呢 啊 這個是 給我們做鞋 啊 我們一分鞋 第一 第二鞋 那個看起來 比較緊張一點 啊 這個代替我 很漂亮 我 一個笑子 啊 那它什麼重要性 電話學 鞋裡面 它有它的一個重要的一個地雷 為什麼 呃 原因就是說 我們要產生一個容易在動的一個狀態 所謂的 還會這樣 像一個 一個鮮的條件 我們說過 你可以用這個攪拌子 你可以用這個攪拌子 那這個攪拌子 產生了一個 動的這個狀態 你很難去控制 所以每一次完全都一樣 這反應很好 很難去控制 但是 沒有錯啊 我要像這一個 發脹在那一個狀況 我可以用攪拌子 比較簡單啊 不用去花錢 有這樣的裝備 但是呢 你那個攪拌子 攪拌的速度 沒有 每次 像那一樣 很難的 那做實驗 都要有什麼不行 而且啊 這個實驗室 那個實驗室進 所有實驗室 就要告訴你 我的實驗導解是什麼 這個實驗室 就要解回 要你一樣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條件 但用攪拌子的話 你怎麼告訴別人 我的轉速是什麼 轉速轉 這個越來越好看 所以注意研究的人呢 雖然這個攪拌子 攪拌子 是可以的啊 具有這個 像是一個 動態的 這個能力 但是呢 你要有很好的一個 再線重複性的話 一般做研究的人 都還是喜歡用這個 Rogin-in-Disk感受 所以這兩點 就得到一個 就得到一個 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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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一個方法 產生了這樣一個效果 做什麼研究呢 大家 這個跟女生 比較沒有關係 做研究的人 比較有關係 所以它這個 有一個 電化織反應的一個 機制 Methonics 你看它的電子 transfer 快慢等等 那個比較有detail 像畫工的人 材料 在做電化學的時候 他們的重點 不在力量 像我們分析的 電化學 電的 能力度成正的 他們可能研究的對象 是電化織反應 發生什麼事情 是中間的 反應的 賣的 電子 等 對 這個方法是很好的 所以 剛初這 這個是 以後 była 很多的公司 四化工位 导出來 協助 GIS 很多的东西是跨路都倒出来的 所以这个方法它的一个定量的关系在这边 那我们的旧版这个东西错了很多小 新版的改过来,但是还错了一项 所以你还是要训这一项 这一项,这个D是三分之二次 正确的是三分之二次 所以自己在课本上修理一下 这个是Routine Discollectual 大家知道是什么样的电子 做什么用,希望产生一个存护性能好的 你可以精准控制它的讲述的一个方法 这里面有一个公式 就是ZenClyCurve NmCurve 它等于0.620 NmFADC 这边的N是整电子Transfer F是法外的上数 A是电子表面积 B是Diffusion Coinclusion C是Facial 这些呢 从前面讲到现在定义不完全一样 你考试的话呢 如果考这一题 出来的话 比如说公司出来之外 每一项代表是你要标示出来的话 所以你要知道每一项代表是什么 那比较特别的地方呢 是ComingoX 一个是New 你复杂的东西也是 那这个里面的话呢 它是 它是ComingoXnows可以反映的 容易它本身的连续系统 连续系统 连续的反映 Omega的话 你跟它的转速的关系 Omega 是Angler Burrage 叫 F F的话 每一项都几转 2 by F 每一项都几转 所以这个Omega 它是叫做 Angler Burrage 角速 每一项都几转 F 就是你的转速 每一项都几转 那 在这个地方的话 你可以知道转速 它会连续 它会连续 转速 转速 它会连续 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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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再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右边这个 不管哪 你都给我看过 手机 右边这个 不要再看 直接看 左边这个 左边这个 就是B10面 就是B10面 就是中间的B10面 不相当于是B10面 我们只看左边的话 就是相当于B10面 它本身 在油位里面 没有出氧的话 没有出氧的话 这个B10面 产生了 产生了一种白云电流 上的核 所以 地上的电位 有 完全没有看到电位多少 有 有 看到两个两个白云电流 这两个白云电流 都是 说到你被 说到你被 来说这个公司 我们看 长样跟那个 动静 很不一样 两个都在两边 两个都在两边 五下 四个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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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得 变得小 这两个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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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跟你 这边好像不该一样 不要的原因 就是你这边的这个栓点子 所以如果把这边的这个OH 两边都加到波长 这边可以很碎 自己去 去那个 平衡一下 结果是一样的 结果是一样的 所以我就可以强调就是说 你有再一次看到 你不需要的话 两本身 两个 两个 两个人电流 对应的比较 方式 你要被的话 就被上面都被 就被了 就这样 你不要被了 你只要被这个 OK 好 就是说上面的一个 是因为 这个 这个是老队的减性 这个 这个是别人 配合里面的 发表 直接用 假设我 去写书的话 我要就直接把它 给 清理一下 跟 那边讲 那边一直 比较不会配合 那 重点就是说 你因为用的是一个 我以前的电视软件 是个动态的状态 所以你得到的电流 到最高 你比较 到最高 你比较 非常漂亮的 你一定要来比较 因为你用的是 我可以 一生软件 因为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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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讲 就讲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 找 看看那么多 吧 这个问题 知道了 这样就 我可以 必须来说 在电话铁 也就是上面是 最后一个方法 不然 都十五个 那接下来的话呢 那 那 当然就是 电话铁 目前来讲的 电话铁 如果说 第一 用最广的 大概就是这个 话铁 说 我们 化学是 有机的 国际的 误化的 分析的 都在用 就以前 只有飞行化学 在用 我们现在是有机 有机 无机的化分析 都在用 除了化学之外 呢 材料 电机的 机械 他们现实名 就 细细 就是我们化学系 都加了 自己 反过来 就是 人家都知道 我们化学系 都知道 我们更不好意思 就 电机系 都知道 材料系 都知道 他们也在做细细 好 然后他觉得 我们不太懂 他来问我们化学系 不懂 你也不懂 化理系 因为我们常常会有 电机系 机系 所以他来问 我们做 鲜 啊 一些细细 一个织络化 所以这个不是我们的 专业 我们学这个是 他学得更 比别人更通才好 这个细细 所以说 为什么 这个 家里的方法 各个里面都在用 因为他 没有用 当然 没有用 好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 这个 Psychic Photometry 啊 翻译成 循环图案法 那他做鲜的时候 私家电位的方式 比较特别 那这是一个私家电位的方式 Psychic Photometry Excitation Sigma 好 用的这些是一个激发 信号 那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Potential Waveform 私家的一个 Potential 这个 变化情况 那 这些名称呢 各位要熟悉 就是说 你不要看到 别人都问你 这个什么东西 你看到这个名称 你不知道他讲什么 为什么 所以这个 我们的说明 你要 要去看 那 我这个私家电位的方式 能做到是时间 重度到是电位 所以 随着时间 那 我的电位 一个Initial 你总是要一个开始 开始的电位 叫Initial 然后呢 往 往一个方向 去 Scan 上面 改变 那 像这个例子 他从这里面 Bubble Scan 到Full Initial Initial 新版 Full Initial Initial 0.8 后呢 Scan 到Full Initial 到这边呢 之后呢 这是你自己设定 就是 一期上的设定 你终于在哪里 然后到哪里 然后回头 到这个Full Initial 之后 回到这个Initial 里面Bubble 那为了去兵呢 看我们用这个 有两段 放箭 从Bubble 到Full Initial 然后 回到Bubble 回到Bubble 所以我们要去兵 回到Full Scan 第一次Full Scan 往前 然后呢 Reverse Reload 然后 这样叫 然后这个 中间这个点 就是 是微型 可以说 转换点 这是它是这样另外的方式 然后做这样一个CV实验的时候 电位是这样变 电位是这样变 那你的楼叶状态呢 是一个静止楼变 静止楼变 那这个点很重要 我们通常在做CV实验的时候 转换点不动 很静止楼变 那以目前 这张图所显示的 从DNA放过到Full Initial Relo 放的时间呢 是20秒 所以它的Scan Rate 就是每秒 或是Minimal 每秒 或是Minimal 你做CV 我们做CV的同学 你做过CV 就知道了 还有同学 没有出过来 一半你们也没错过 我们做CV实验的时候呢 你的设定条件 有几个 简单 就Initial 这样就在哪里 然后呢 你扫到 往哪里扫 扫到哪里去 多一点 就这两个电位 然后就设定 然后呢 就是Scan 多块 你 A块 直接讲这张图 那这张图的话呢 给我再看一下 好了 这个CV的话 它是把你四样电位的方式 开始上 然后呢 你得到的一个CV 是在下面 之下 然后配合这个电位的Scan 到哪一个电位呢 你的电流的变化 就变成了 那 我们这张图会讲得很快 为什么 因为前面这一段变化情况 跟我们前面讲的是一样 在讲 CV 这边三个区域 进行的 没有反应的区域 电流变化很大的区域 然后到最高点 它BK下来 不是抵较 抵较 抵较的话呢 因为它是禁止的 那这些部分呢 我们不讲 因为前科讲过 所以我们接到了下几个讲的话 是 前面 然后重点 放到后面 所以这张图应该很快 你可以直接抵较 好 那你和考验的这两边呢 应该可以改出来 我们不会带过来放一个CV 我们会把结果呢 曾经公布在我的门口 希望同学都能够进来 看一看你的场景 知道你什么地方被扣了几分 为什么被扣了几分 好不好 好 下课